现在呢我们再来选一个白色好了 白色也传递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玩具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色魔法手镯了 它可以吸取很多种颜色哦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它 现在呢我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它的开关呢在这里 打开 开机声听到了吧 然后呢我再把它带到我的这个手上 因为它是手镯嘛 好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魔法手镯 已经呢就带好了 好了现在呢我这里有四个能量石 我先用这个玫瑰的吧 这个呢是我们施巧琳专属的玫瑰能量石 可以吸取红色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上去 召唤红色魔法 好这里呢就有一个西色的口 那我们拿到这一个呢魔法卡 我们呢对准它 真的把红色吸进去了 哇好神奇啊 变身了 这个变完胜也要唱歌哦 好这个就是玫瑰能量石了 那我们再来玩一下这个 这个殷小敏的心悦能量石 然后呢它 听一下 召唤黄色魔法 召唤黄色魔法 它是可以召唤黄色 那我们用这个口来召唤黄色 哇 黄色小魔仙变身中 变成我们的魔仙 小敏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兰慧的这个雪花能量石 它是可以召唤蓝色能量的 召唤蓝色魔法 那我们来召唤一下蓝色 又变身中蓝慧小魔仙 最后呢 还是我们的这个七彩能量石了 它是最厉害的 它可以召唤呢 七种色彩能量哦 它直接就说的 召唤色彩魔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刚刚没有召唤过的 橙色来召唤一下 光明闪动 小魔仙变身 哇 橙色 哦 橙色呢 就是我们的智慧传递 好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 刚刚呢 绿色没有召唤过 哦 绿色 变身中 希望传递 希望传递 紫色 光明闪动 小魔仙变身 紫色 紫色呢就是 气质传递 你说我们吸的这个颜色呢 是它里面本来的这个魔法卡 你说我们日常的东西 可不可以吸色呢 所以小玲呢就准备了 比如说小玲呢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杯子 我不知道呢 它可不可以 把这个杯子的颜色也吸进去呢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吸色的地方对准这个杯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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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蓝色 哇 好神奇 哇 真的 好厉害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吸色魔法手镯 和这个呢 绚丽魔法调色盘 那还可以一起来玩哦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魔法棒呢 跟这个调色盘 让它们合体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魔法调色棒 和这个调色盘呢 就已经合体了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呢 魔法手镯细的颜色呢 给它传递到这个魔法盘里面 我们来试一下哦 嗯 那我们先来吸一个粉色好了 吸进去了 现在我们把它传递到这个魔法盘里面 看可不可以哦 哇 哇 传递成功了 再来试一个 再来试一个 嗯 我们来试一个绿色的吧 先用这个呢 吸绿色的 哇 哇 绿色吸好了之后呢 要等它 变身完毕 那我们把它传递到这个调色盘里面 希望传递 哦 哇 希望传递 真的传递过来了 绿色 最后呢 再来传递一个红色的好了 绿色传递 哦 传递 好了 今天呢 小林就给大家带来了 巴拉拉小魔仙的绚丽魔法套装玩具 怎么样 大家看它有趣吗 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